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R33网校 我是你们的杨老师 今天我们接着学习人之初 好了,人之初这里面的13个我会认的身子 相信你们已经掌握了 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些身子放到课文当中 我们能不能读得更加准确了 人之初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苟不叫 性乃迁 叫之道 贵以专 子不学 非所疑 又不学 老何为 欲不浊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义 小朋友们已经读得非常好了 那么你还能够说说他的意思吗 完整连贯的来说一说 人之初的意思吧 在人刚刚出生的时候 本性都是非常的善良的 天性差不多 只是后来的习惯 因为后天环境的影响变得相差甚远 如果一个人不好好学习 如果一个人不好好学习 他的本性就会发生变化 那么教育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以专心致志 持之以恒为贵 自不学 一个小孩子如果不学习 是非常不应该的 小时候不学习 那么长大了又有什么作为呢 玉石不经过雕琢 是不会成为精美的器具的 一个人不好好学习 就不懂得礼 这就是人之初要教给我们的道理 接着我们来学写 这人之初这篇课文当中的 需要学写的几个生字 首先看第一个 知 知是一个独体字 从上写到下 它的部首是上面的这一点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怎样书写 点 横 撇 辣 这个字啊写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注意 这个字是三笔写成 千万不能把横撇与那连起来写 一定要注意中间的横撇是单独的一笔 再来看这一点 这一点要写的大一些 写在竖中线的位置 横撇的起笔位置在横中线以上 往右上角横在经过中心位置 撇 写的靠拢一些 横撇的距离要靠拢 最后写一个 辣 这一辣要长 而且要平 这就是我们的支 总支 百兽之王 取之不尽 支字呢 在古语当中啊 主要是注词的作用 就是相当于我们现代文的得 百兽之王 就是百兽的大王 好 取之不尽呢 这个支是代词 代替某种事物或物体 取之不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要写的分字 相 相近 相是两个木字组成 两个木字相遇了 就是相 它是木字旁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怎样写它 横 竖 撇 点 竖 横 折 横 横 横 嗯 看清楚了吗 两个木字的笔画顺序 相信同学们已经很早就知道了 但是我们要把它写好 一起来看一下 左边的这个木 木字旁 嗯 它的这一横要短 要写在横中线以上 第二笔是一长数 请小朋友们观察一下 这一树 是什么树 它有什么特点 对了 是阎老师前两堂课讲过的垂路树 垂路树和玄珍树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收笔位置 垂路树要压一下 哎 让这个笔画的收笔位置写的圆润一点 好像一滴要滴下来的露水 而玄珍树呢 就在收笔位置要轻轻的提起来 变成一个尖 嗯 这就是树的写法 第三笔撇 稍长 第四笔 辣要换成点 因为它是不守 右边的木字啊 要比左边的这个木要写的短一些 宽度于左边的木字是差不多的 刚好是对称的 那么木字要写的时候注意啊 中间的这两横要写的匀称一些 好 这就是相字的写法 有相互相相 同学之间要相互帮助 我们来看第三个字 近 近 远近的近 走之旁加一个金字 就是近 近时 好 我们凡是有走之儿的身子啊 它都是半包围结构的身子 写的时候一定要写走之儿所拖的这个部件 然后再写走之儿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撇 树撇 横 树 点 横折折撇 辣 好 看清楚了吗 那写这个字的时候注意了 金字 低笔 嗯 撇是一个平撇 要写的短 写的右半格靠上的位置 再写竖撇 这个竖撇啊 是合着竖中线的竖下来 到了中心位置以后 再轻轻的往左边撇 第三笔横 比第一笔的撇要略长 第四笔竖的收笔位置 与第二笔撇的收笔位置 差不多 稍稍的长一点点 最后写走之儿 嗯 走之儿的最后这一辣 一定要写平 要打开 把上面的金字给拖起来 才好看 好 词语有远近 近视 如果同学们不注意写字姿势啊 那么你很快就会变成近视野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声字 席 席 席字啊 也是个独体字 那么我们在查字典的时候呢 可以查它的横折勾 查一笔 嗯 那么横折勾在字典的不少查字法里面呢 是以横勾代替的 你可以观察一下 在那一个笔画当中去查到它 好 三笔写成 我们看一下它的笔画顺序 横折勾点提 先外面在中间 嗯 好 要注意的是 横折勾的横要写在 填字格的上半格中间不宜太长 这个折勾要长 嗯 勾的收笔在竖中线 再写中间的小点 最后一长题 嗯 就是我们的席字 习惯 学习 我们都要养成好习惯 好 第三个 远 远就是近的反义词 远 把走之儿 上面的这个金字换成圆 哎 圆弹的圆 就变成了我们的圆字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笔画顺序 横 横 撇 竖弯 勾 点 横 遮 遮 辣 嗯 先写圆字 再写走之旁 圆字啊 上面是一个二字 一横短 二横长 都要写在横中线上 下面是一个儿字 撇树弯钩 嗯 最后写走之儿 同样的这个辣要写平 要写长 打开 这就是我们的远字 远近的远 好 词语有远处 远方 嗯 好 远处有一只小白兔 接着我们来看玉字 玉不浊不成气 玉 哎 先写一个王字 最后加点 你们还记得我们在原地当中学过的点的写法吗 如果一个生字啊 它在这个生字的正上方或左上方有点的话 这个字一定要先写点 如果这个字里面有点 这个点出现在右上方或下方 我们要最后写这一点 同样的我们来看这个玉字的写法 横 横 竖 横 点 是不是 最后写点 好 王字的写法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上面两横要短 最后一横要长 中间的竖要落在竖中线上 嗯 把这个王字先端端正正的写出来 最后在这个右下角这边一点 这是这一点有讲究 哎 这一点要大 而且不能够碰到下面的这一横 还有上面的这一横 一定要悬空 这个叫悬空点 嗯 好 接着我们来看它的词语 欲识 停停欲立 好 接着我们看义字 人不学不知义 一个人如果不学习啊 就不懂得 哎 礼义 义字也是一个独体字 它也有一个点 还记得杨老师说过的 哎 写点的规则吗 你来观察一下觉得这一点是先写还是后写 嗯 聪明的小朋友们已经掌握了点的写法 这个点因为出现在这个字的正上方 所以我们写这个字的时候要先写这一点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字的笔画顺序 点 撇 辣 嗯 三笔写成 这一点要大写在书中线上 撇的棋笔位置要比这一点略高 嗯 先这个撇啊 它的那个弧度比较缓 到了下半格的时候 它再 哎 用力往左边撇 这一拉的棋笔位置 要比这个点低 哎 同样的与这个撇对称相交 再拉下来 最后收笔的时候重重的压一下 好 这就是义字 义字的词语有意义 意气 嗯 他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写的几个生字了 那么我们一起再进入到课文的读一读记一记 认识几个词语 初始 初夏 天性 性格 专心 专门 善良 友善 这里面啊 每一组词语当中呢 都有 哎 一个相同的字 那么这个字呢 是我们本堂课学习过的生字 那么在词语中 你通过理解词语的意思 能不能说出这个字的字意呢 嗯 来尝试一下 初始 初夏 初就是刚刚开始的意思 你看初夏 就是夏天刚刚来到的意思 初始 就是开始 那么 第二个 天性 性格 都是指人的本性的意思 专心 专门 是指一个人啊 专注在一件事情之上 特别的 心思特别的单一 专心 专门 用心的意思 好 善良 友善 善 善就是好的意思啊 是一个人 特别的 亲和友好 善良 友善 好 除了这些词语以外 你还能够用这些生字 来组其他的词吗 同一个生字啊 出现在不同的词语当中 它会有不同的意思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词语的意思 来理解这个字的意思 这就是我们今天读一读 说一说要交给我们的内容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堂课再见 再见